有關那個那個一個用Counts相關函數 去計算那個樂透彩的中獎機率 那裡面呢我們利用那個樂透彩的這個範例 大概解決了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第一個這個有關第一名稱的部分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還是要熟悉 有關那個第一名稱部分 它的好處是將來 如果你要存取某範圍的資料 那其實你可以利用那個快速鍵F3 它就可以提取比如說開獎101這個名稱 那它指定的範圍其實就是在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這個範圍 從第二列到最下面這個範圍 那好處就是說你不需要去選取 還有就是說比較不用去顧慮到跨工作表的問題 因為名稱上面不需要有個工作表名稱 那最後做完 鎖定的問題 鎖 鎖 如果用名稱就沒有鎖的問題 因為它固定那個範圍啊 指定就是這個範圍啊 就不用去顧慮到那個鎖 鎖哪裡鎖藍鎖列不用 所以定義名稱的好處就是也不用去顧慮到 列或藍 因為反正你這個範圍是固定的 你就不用去還要想說鎖藍還是鎖列 那另外的話好處其實我覺得還蠻多的啦 很多地方其實我都會利用 先定義好名稱再去做後續的動作 那裡面當然包含就用康義服啦 你會發現我們就是直接去抓 用F3去抓到這個範圍 那後面其實呢 檢視與參照裡面蠻多 也都會用到名稱定義的 如果你會用名稱定義的話呢 那之後做很多事情 其實我覺得就方便很多 它這個概念呢 其實跟那個資料庫還蠻接近的 那資料庫裡面有所謂的 關聯式資料庫 你可以把某部分的範圍 關聯到哪裡啦 比如說你可能用到View函數啊 也盡量用這個名稱來定義 然後將來配合F3就可以 那其他當然就是有關那個機率的計算啊 等等的 另外我們最後好像有提到有關 那個怎麼去抓網路的資料 其實抓網路資料非常簡單 如果用VBI做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利用那個 像錄製劇期的方式啊 產生一個部分的程式 所以上禮拜最後的東西 其實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呢 也可以找到 那我這邊有個什麼 Galoto的那個歷史資料下載 那這邊沒有範例檔 因為實際上你只要開一個 空白檔案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抓的實際上就是 直接你可以Google那個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或者直接從我這邊連結點過去也可以啦 那這邊可以看到 他會一直update 像現在最新的已經到那個 11月17號的開獎 所以如果你有買大樂透的話 隨時也可以關注 那當然也可以去大概算一下 可以算出一個趨勢吧 如果 如果你要那個去 這個假設啦 樓下有好像轉角也有一間 如果你想要統計的話 那只要怎麼樣 快速的就可以把這些資料呢 統計出來 甚至 歷年來哪一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 其實你也可以算出來 諸如此類的 從那個樂透彩 再到自動抓網路資料 那這邊的話 總共他會有1到49個page 實際上我們是利用那個 程式的路資聚集再加修改 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 他會有一個 就是這個所謂的傳遞 那個什麼呢 這個叫UIL 網址上面會有一個 這個程式 他後面會加幾個參數 包括index page 還有old by old by等於new的話 實際上應該是從新的到舊的 或是不是應該old by 後面等於old 其實你也可以試試看 會不會他就另外一種排虛方法 那基本上呢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引述呢 去做修改 把1改到49 跑個回圈 這樣所有資料呢 通通可以下載下來 這上禮拜有提過 那不過特別出去啦 有同學就回去開始試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網路上不是所有東西 都可以輕易被你抓下來 為什麼 因為有些資料 他本來就不要讓你抓的 那網路上有資料所謂的開放 跟所謂的封閉 那所謂的開放資料就是上面 他就是告訴你說 反正你抓沒關係 所以如果你抓的上面 實際上他已經有告訴你怎麼去抓的話 那這個其實是OK 沒問題 可是呢有很多的資料 他就刻意設計成 我就是不要讓你抓 我不要讓你知道說 我傳遞了什麼參數 可以抓到什麼樣的資料 那所以那些其實相對的比較困難 抓那邊那方面的資料 當然沒有像這個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練習啊 主要是抓那個所謂的 他本來就是開放的資料 但是呢如果他本來是封閉的資料的話 能不能抓 當然也還是可以啦 只是說他要做的事情可能比較多 至於怎麼做啦 我想已經超過 可能超過我們這個課程範圍很多了 裡面可能會牽涉到什麼 比如說呢我想要知道這個網頁的結構 你按F12 你會發現旁邊就會有 右邊的話F12 右邊就會有所謂的網頁的程式嘛 其實裡面每一個每一個標籤都有它的意義 所以如果你要抓什麼樣的資料的話 有沒有比如說你選某個方面的資料 然後你把它按右鍵檢查 一樣可以找到你要的啦 所以如果說你要動態的去抓的話 可能還需要了解什麼呢 也許你那個網頁裡面的那個什麼 按右鍵檢查這個後面的 這個程式碼它的結構 所以裡面可能會需要再學習 可能像什麼HTML 或者像什麼CSS 諸如此類的程式啦 你再去抓可能會比較沒有問題 OK 所以我們這個範例因為基本上它是 它是Open的 所以抓取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 回去盡量還是試著把這邊資料給抓下來 然後我上禮拜有提過 第一個路是聚齊 然後再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比如說把網址部分 這個數字呢做一個變動 那基本上呢1到49個page的所有資料 就可以瞬間把它全部抓下來 但是抓下來之後 還會有延伸幾個問題 包括就是每一個page上面都有欄位名稱 那你恐怕要把它刪掉 所以要怎麼快速把那些刪掉 我後面有寫一個快速刪除列的VBA 也許你可以去什麼 把逐行 逐列逐列 只要是開圖是有日期兩個字的 那一整列的話幫我刪掉 所以其實跑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裡面的話呢 就是把那一些列給刪掉 再來裡面的話 還有一些資料 它在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它放了六個數字 如果你要把它分開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用所謂的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的話 你可以把它剖出來 不過 這中間呢 你可以再利用錄製聚集 聚集錄下來之後的話 也可以自動幫你把它剖出來 如果你這個部分程式不會寫的話 也可以利用那個錄製聚集 那這個部分呢 資料剖析這邊我有一段程式 不過這一段程式是用錄製聚集所做出來的 那你只要把這些程式呢 基本上我印象中好像就是把這些最後的程式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你只要把它貼到那個我們VBA裡面的 module裡面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全部都抓到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另外底下還有啦 就是說如果後面有同學問說 那我如果期望呢 下載一個 就 放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這裡可能還需要 注意到那個工作表的那個物件的使用方法 所以這邊的話後面還有一個add shitsadd指的是新生工作表 那請各位也許 如果對這不熟的話 切記啦 還是要回去多多練習 那盡量當然找類似的這個範例去 去狀態的抓資料 那今天的話呢也許我們接著繼續來再來看 就是有關那個 這個檢視與參照這個範例 所以請各位 先再把這個打開來 那大家了解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最後可以做出來的效果 大概就第一個啦 按下這個按鈕 因為就我剛剛講的 它主要就是 一先把那個錄製具體 單一個 然後把它改成P次的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 最後可以把 把資料全部一個一個的 總共49個 所以你會發現 一直在閃動 一直在抓 然後一直丟到最下面去 另外呢最後呢 順便把 開頭日期兩個字的那個欄 全部刪掉 刪到哪裡呢 刪到第二列為止 那留下第一列 OK那所以 等於就是欄文名稱只有一個 那再來就是把那個 1到6號 用資料剖C 把它剖到後面 C到H欄 那這個就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後面當然呢 如果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個 好像如果全部放在一起 我如果說 你一個砍錯向下 它這邊有一千四百四十一列 好像資料量太多了 它希望什麼 每一個page 每一個page 把它分割好了 那實際上呢 做完的效果類似像這樣 一個P次新增工作表 其實雲端上有程式碼 有些同學可以自己在試試看 你會發現喔 它每下載一個 就放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有沒有 所以其實就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裡面做什麼 先新增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 下載到那個工作表 那再換下一個 再新增 再下載 新增再下載 重複 所以你會發現呢 每一個頁面 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放 它單獨那個page的 所以只有31 那2的話也是31 所以每一個大概都31個page 那當然呢 可以新增之外 也可以刪除 所以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基本上在雲端也有教你怎麼做 跑個回圈 for i等於 那個最後面那個工作表 到第二個工作表 全部幫我刪掉 那你會發現這邊全部都清空了 那剛剛這樣跑 其實跑的還蠻久的 所以你論上最好 如果說你要讓使用者知道 那個進度的話 像我雲端上面還有放一個 可以做一個什麼 啟動一個表單 就類似像這樣 它可以一邊在後面跑 前面還有一個下載的進度 因為總共1到49個嘛 你可能跑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呢 其實也許你也可以做一個 像類似這種 進度狀態條 它跑完之後的話呢 可以再把它關掉 至少讓使用者知道說 你跑到哪邊 那這樣子的話 感覺相對的 會比較專業一些些 ok 這裡的話呢 像剛剛講的這四個程式的 這個四個按鈕的程式 雲端上都有 請各位自行再參考一下 那這個是有關上個禮拜 那個大樂透下載的這個範例 ok 那今天呢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有關那個檢視與參照 函數的使用 那裡面的話呢 包含幾個比較重要的 像我們常用像 最常用也許微量函數啦 那除了微量函數 那除了微量函數 當然還有其他的函數 因為微量函數 它有一些缺點 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查詢的資料 並不是放在第一個欄位的時候 實際上是查不到的 特別是喔 那個微量函數 你一定只能查第一欄 很多同學 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其實基本上查不到資料 那 除了微量函數之外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查詢函數 比如說以第一個look-up函數 那look-up函數的話呢 基本上 它就比較沒有像微量函數 一定只能查第一欄 你可以指定某一欄 那把資料給查出來 比如說呢 那我今天喔 各位可以看到 左邊的部分是資料來源 右邊的話呢 是我們要查詢的介面 ok 那也就是說實際上 兩個基本上 現在我是把它放在一起啦 不過將來 也許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工作表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假設我輸入上面的編號 它自動幫我帶出呢 它的其他資料 包含就是姓名 總銷量名次跟業務水準 那不過呢 它的資料來源是橫向的 可是呢 要列出來是縱向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就需要 第一個 如何利用像那個查詢函數 幫我去把一個編號找到之後 它相同列的資料呢 也順便帶過來 那當然方法喔 你可以用很多種方式啦 像look-up是其中一個 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像virus函數 或者還有什麼呢 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檢視與參照函數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裡面像 什麼index其實也可以 ok index還蠻常用到的 可是很多人對index不熟喔 如果你對index不熟的話 那很多時候你會查不到資料 或者是查到錯誤的資料 然後呢 還有什麼indirect 這個也還蠻常用到的 還有什麼呢 還有像那個offset函數 其實index有時候會配合像match函數 這些呢 都是還蠻常用到的 所謂的查詢函數 ok 還有view函數啦 大概是這一些 所以呢 假如說我們同樣的範例 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像那個用index能不能做出來 那可以啦 不過index它裡面喔 需要哪些資料 怎麼去操作 也許我們慢慢一個一個來看 那第一個我們先用look函數 那look函數呢 它有兩組那個那個引數 我們用第一個好了 預設的這個按確定 那這個裡面需要哪些資料 它大概引數裡面會告訴你說 第一個look函數 他問你說你要查什麼 那我要查點號 所以告訴他 我要查這個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對應的是下面這個引數 所以這個是單一個儲存格 下面這個look函數是一個range 一個範圍 所以你要這個東西去哪邊查 去這個範圍裡面查 那查到之後的話呢 它會有順序嘛 12345 第五個 所以呢 底下的resolve vector意思說 那同樣的那個順序裡面呢 你要把另外一個範圍 哪一個範圍的資料幫你帶回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用姓名這個區塊 那把這個區塊的資料你也帶過來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去把005找一下 裡面有沒有有005 把同樣位置的姓名帶過來 按確定 各位可以看到 這時候呢 劉宏君就帶過來 那底下總銷量啊 名次優秀都一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喔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呢 也許你就取消 然後分別把它貼 貼上之後呢 再做修改 改哪裡呢 改這個範圍 總銷量 然後打勾 一樣的方法 那分別把這些呢 通通都修改成其他的相對的位置 所以他其實是找到之後的相對位置 那幫我把它查出來 然後這邊業務水準 所以你當然你查完之後啦 這邊把它置中好了 把它置中一下 那也就是說 你將來那個查詢編號 如果換一個人 現在是劉宏君嘛 所以他會把那個劉宏君這一列的資料 OK幫你把它帶過來 那本來是橫向的 他只是把它改成縱向的 那一般編號實際上就是他的key啦 就是藉由這個key去找到這個資料 幫我把它帶過來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喔 假設把上面這個編號改成001的話 Enter之後 他就會換抓這個1號的人 Enter有沒有 吳柏威 橫向的 那因為底下 基本上關鍵就是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上方都LUGAVALUE 都是指向H2 所以基本上喔 他只要抓到 就會抓到我們要的那些資料 那當然喔 你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用LUGA函數之外 請各位也可以把它拖拉 拖拉的時候呢 順便按Ctrl鍵 就是複製工作表 那可以試試看喔 也許你可以用什麼 用VALUE函數 假如一樣的方法 試試看 剛剛提過的 還有什麼呢 Index 或者像什麼呢 像Offset 還有像常用的 像什麼 Indirect 所以這邊的話呢 也可以 In Direct OK 這幾個函數 一樣的方法喔 比如說我假設啦 我今天不要用LUGA函數 不要用VALUE函數 當然可以啊 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Index Offset Indirect 畫面先晃 各位 試一下喔 其實這些都是查詢函數 可是呢 他這個範例裡面 都可以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不過呢 有些地方 就只能用某部分的函數喔 或者是說某部分的地方 用其中一個函數是比較好的選項 所以有的時候呢 第一個 你至少你要知道說 查詢函數喔 不是只有VALUE函數一個而已 所以盡量要善用還有其他的查詢函數 因為很多同學的問題喔 他們都 VALUE函數 一個函數用到底 這就麻煩了 因為很多地方 其實真的用VALUE函數 不是很方便的時候 但是你又不知道有其他 這個查詢函數 那就麻煩了喔 另外的話呢 當然查詢喔 其實VALUE函數已經很好用了 但是喔 很多那個地方喔 用函數還是 只局限在小範圍可以用 是ok的 可是如果你資料量一大的時候 建立還是喔 要用一些資料庫的方式來處理 那怎麼樣大資料用VBA來處理的話 那又要怎麼怎麼的方式會比較簡單喔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著把那個 檢視與參照函數試試看喔 大概就是我剛剛提的那幾個函數 好幾個函數 好幾個函數 好幾個函數